大家好,我今天在X站上推特上看到了一份 这个写的推墙英雄榜的人目列表 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做的,确实确实有意思 这个大伙都知道推墙是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 因为我们伟大的光荣正确的国家 不让西方敌对势力,包括海外的一些龌龊的东西 侵蚀中国老百姓的思想,侵蚀中国老百姓的思维 侵蚀和主流媒体主旨思想相背的一些言论 当然了,官方还会说有一些黄赌毒的东西 为了不让老百姓受侵害 是绝对的为了老百姓的好 所以,据听说是游州大学谁哪个教授设立的防火枪 甭管是谁设立的 中国老百姓很多很多人都十分十分的举双手双脚赞成 我今天看到一个街头采访 国内的人的街头采访 你认为最安全最幸福的国家 全世界是哪个国家 所有的男生女生 所有的80后90后00后10后 都在这说伟大的中国 我们的母国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中国人 但是采访者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的出了点坏主意 就问 那你知道全世界有哪个国家是免费医疗的吗 所有人都打不上来了 这就是防火墙的好处 好处是什么 就是老百姓在一个深不可测的井里边 抬头看不见天 人家井底之外还能抬头看见天 还能做一些这个数据模型 时不时的还能往这个井口 扒一扒头 露一露小脸 是吧 但是我们伟大的国家 为了老百姓好 是吧 就不让你看见天 你也甭想扒出头来 露出小脸来 是吧 又扯远了 咱说说这个所谓的推墙英雄网 是吧 这是按照这个 应该是射雕英雄传里边 金庸写的射雕英雄传里边的 人物所对应现在海外的这些 这些反共分子 是吧 这些反贼们 是吧 这个射雕英传 我真没看过 金庸的小说 我只看过陆鼎记 是吧 他就说了 东邪 这我倒知道 是吧 这个东邪吸毒 南地北盖 中神通 是吧 外加上一个这个 这个老顽童 是吧 这我倒知道 其他的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我就在这转述吧 废了半天话 是吧 东邪黄耀师 是老灯 北盖 红旗公 是文昭 西毒 欧阳风 是这个 王志安 我觉得这个 王志安定位相对比较准 当然王志安 绝对不同意 他和老灯 文昭 是吧 其他人并列在这个东邪吸毒里边 是吧 他 王志安是觉得自己应该高出整个中文圈 是吧 无论是在海外的用繁体字的 还是用简体字的 都应该 这个文他屁都文不着 都应该是这 是吧 南地 伊登 是吧 是魏京生 中神通 王冲阳 是王剑 这个文昭啊 王剑呢 是吧 我都没看过他们节目 周伯通 是石板明夫 这史字还写错了 石板明夫 我觉得还是相对有水平的 是吧 东邪麾下 曲灵风 是李怡平 梅超风 是蔡霞 陈玄风 是苏小和 陆成风 是翟山英 傻姑 是罗玉风 我就 这个所有 这五人里边 唯一贴切 就是傻姑 罗玉凤 是吧 北盖麾下 卢有角 江峰 彭长老 张天亮 剑长老 方伟 梁长老 李沐阳 黎生 就是虞超 是吧 基本上都是法轮功的前学员和现在的发声筒 是吧 南帝麾下 五三通 王军涛 点苍鱼饮 周封锁 朱子柳 方正 乔夫 郑旭光 这郑旭光是谁 不知道 英姑 鲁金花 鲁金花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有一个那个 这个北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在娱乐圈里边经济大咖 那叫什么 那叫王敬花 忘了啊 西毒麾下 欧阳克 是二大爷 这个彭莲虎 是石头记 梁子翁 是蔡子博士 林志上人 是西诺 侯通海 是黄河边 我就觉得这个定义相对比较准确 为什么是西毒王志安的麾下呢 因为王志安总是讲啊 他是一个公正的立 这个立场 是吧 是一个中立的立场 不靠左 也不靠右 连中间都不站 是站在这个天空上边来指导老百姓的 是吧 实际上每一个文章 每一个视频 每一个世界 是吧 王志安都会有自己的观点 也没有任何的记者也好 做节目的这个博主也好 没有自己观点的 绝对没有这样的人 是吧 包括你看这个战绩记者 这个老唐 唐老鸭 是吧 唐世宗先生 我是很尊敬他的 是吧 即使是他指导场 没立场 他也有自己的观点 任何事情上 他都会有观点 因为什么 因为报道这个事件的人 他是一个个体 这个个体 他无论他的背景也好 他生存的环境也好 他曾经的那个学识也好 受的教育也好 一定会让他有 有这个自己的判断 可能在表面上 他不说出来 但是话里话外会带出来 是吧 这个吸毒麾下的二大爷 石头记忆 是吧 这个蔡子博 是我只在这个推特上看过 他是一味的捧王志安 是吧 西诺 西诺 不知道 西诺跟黄和彪 是不是都是那个反七哥的 是吧 反七哥的人 那都是背后有人指使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派别 是吧 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人指使 但是肯定有人指使 今天我在推特上 在一个这个评论 在一个这个推文下边做评论 这些人都在说 七哥 是吧 伟大的郭文贵同志 现在在监狱里边啊 是替大伙受难去了 是吧 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是吧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在走向十字架之前 也是摔了好几个跟头 你说他是人为的 还是说他自己有什么 那咱们不说了 是吧 我们每次纪念耶稣 在前往十字架 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 我们都会采取一种形式啊 这个绕着教堂走 是吧 绕着教堂里边走 外边走 就是在表现 这个 耶稣 他也是一个肉身 是吧 扯哪去了 这个啊 说这个郭文贵 说是替大伙受难去了 而且是这个 比美国的司法制度 比中共的这些人 这些走狗们 这个方法 思维更高 他就是为了让这些人暴露出来 这个 他肯定最后十一月份 不会被判处罪责 是吧 无罪释放 我在底下留言是什么呢 我说此时 是说郭文贵 有高超的思维 有舍己为人的那种勇气 是吧 当然十一月份被判刑以后 百分之百会被判刑 判刑以后 他们就会说什么呢 说这个川普当总统了 川普会 这个特赦郭文贵 是吧 终身通麾下 全真妻子 马玉 张修杰 邱楚基 五月散人 谭楚瑞 蔡神坤 王处一 陈小平 好的通 公子沈 刘楚玄 曹操说 孔博二 上官乱 程瑶佳 猫神 全真妻子里边 还有个女的 是吧 这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 邱楚基 别人不知道 江南七怪 柯真恶 陈破空 朱葱 多伦多方莲 韩宝居 财经冷眼 南西人 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张阿生 吸你奶爸 全金发 唐伯桥 韩小颖 李娟 是念娟 这个娟秀的娟 好像是 郭靖 主人公出来了 郭靖是王丹 我就觉得 这不是特别贴切 为什么 郭靖充满了 阳刚之气 是吧 作为一个男人 他有责任感 是吧 作为一个男人 他也是钢铁之男 是吧 王丹同志 现在的取向 是政治正确的取向 跟郭靖相去甚远 是吧 我觉得这个 稍微的有点偏差 黄荣是圣雪 这个年龄上有差别吧 杨康是郭文贵 你把杨 把这个郭文贵 王志安 是吧 都写的这么的 这个阶级这么低 你让这两位大咖 情何以堪你 是吧 求千任 和平 和平可不是 可不是一个 怎么说呢 他我觉得 他可不是一个 这个 内心非常敞亮的人 是吧 和平可不是一好人 求千丈 大兵尽多 铁木针 王炳章 是吧 拖雷 于茂春 哲别 杜文 我在这说一句杜文 这所谓的杜文 是内蒙受了 这个 冤狱的那个人 是吧 我把这话 撂着 或者做一个 马克 做一个这个标记 杜文 早早晚晚 会成为王志安 会成为 这个二大爷 是吧 会成为大兵 敬多 为什么 为什么 咱不知道 咱在这也不能说 是吧 但是 我把这 我把这话 丑话 说前头 你不要看 杜文 现在好像是 肥头大 往哪儿一坐 有点正人君子 一样 批驳共产党的 这个事 那个事 是吧 但是 可单是 他早早晚晚 会把他真实的 内心的那些想法 会真实的说出来 是吧 话争 苏宇童 我之前这个 因为不知道 苏宇童 我还这个 在某一期节目的时候 还说到苏宇童 是吧 让大伙都抨击他 我说他一个弱女子 大伙碰击他干什么 后来我在某一个 这个什么群里边 听到苏宇童 在那破口大骂 哎呦 那话有多脏 说多脏 是吧 就这个 可能他被迫害了 可能他这个 怎么着了 是吧 但是 作为一个女人 能把这个脏字 说得这么脏 让我也是另眼相看 是吧 苏宇童 关键是 还有两个小人物 是吧 续集 续集就是神雕侠侣呗 是吧 续集就是杨过 小龙女呗 是吧 这杨过是谁呢 杨过是郝海东 是吧 小龙女是柴静 郝海东 我是见过几次 我之前做节目也说 是吧 聊点别的事 因为我跟他不熟 也是通过朋友 这个 怎么说 跟他商量点事 是吧 最后那个事 也没有做成 但是郝海东呢 我 我说句实在话 就是 这个 相对脑袋 比较单纯 你无论他做节目也好 他在这个 跟这个郭文贵 怎么苟言 不是苟言残喘 怎么跟郭文贵 勾肩搭配 是吧 好像是 他是一个 这个比较睿智 是吧 这个心眼比较多呀 或者是怎么着 但是我接触 因为我也接触了三四次 是吧 郝海东 这个 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很单纯的人 他 无论是他这个 当球员时期 还是说他做主教练 总经理时期 是吧 杂七杂八的东西 只占百分之三十 为了足球好 为了这个行业好 为了他带着球队好 为了他踢的这个俱乐部好 他真的是这个 又占百分之七十 是为了这些东西 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优秀的 在中国里边 是一个职业的足球人 当然了 很多人说 他是什么亚洲第一 前锋啊 什么来 他跟阿里戴一怎么比 没法比 真的没法比 是吧 他可能在俱乐部 有一些成绩 但是在国家队 我们那时候摔桌子 砸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好海东 他们那个年代 包括好海东 在内创造了什么 逢寒多少不胜啊 逢日多少不胜啊 是吧 让阿联酋啊 让伊朗啊 让沙特的黑色 三分钟黑色 星期五 不都是他及他的队友们 创造的吗 是吧 把他捧成神 没有必要 是吧 这个水平很低 真的很水平很低啊 这个足球的水平很低 但是在中国 他绝对够用了 在亚洲 他也是一个啊 二流前锋 比较靠前的 那么一个前锋 是吧 郝海东是杨过啊 这个 没法评论了 是吧 另外呢 这个小龙女是柴静 这个我就 不是特别的苟同 柴静并不是 推墙英雄传里边 所应该列举的人 是吧 柴静呢 我不是特别喜欢 柴静的节目 包括这个小崔的节目 为什么 他总是带给人一种 非常黑暗的 人性非常丑陋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溃 偷溃一般 是吧 先开一角 但是我们 如果每天都在面对 人性丑陋的 每天都在汲取 人性丑陋的消息 事件 我们人 我们自己本身的心理 也会有问题 是吧 这个 怎么说呢 得 这个心理 得相对的健康 无论你是受 伟大的共产党的 这个教育 仇恨 不仇恨 是吧 爱党 爱国 爱习近平的教育 还是说西方世界自由民主的 那种洗脑教育 无论是什么 是吧 这个 也都比 这个天天的 都是黑暗的 天天都是苍穹之下 当然苍穹之下 你节目做的不错 是吧 前日我看了 柴静采访 那个 在中国受苦的 那个美国 哈佛哈佛的 那个人 是吧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 这个希望 推墙英雄传 在此修改一下 是吧 确实是 水平真的挺高 另外 我在里边 没有看到 西班牙某人 我觉得这孙子 对他妈的 这个气坏了 是吧 好嘞 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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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